草屯一名王姓老翁 常情仿佛饮料到感奶及血尿 经由针手转诊至草屯幼明医院 医生检查发现 他的膀胱尽有一颗12公分的超大结石 日前开刀取出不原状况良好 医生表示 预防结石除了多喝水之外 也要定期到医院追踪 预防结石造成肾脏永久萎缩 12公分大的结石 月浅由医师从草屯80岁王姓老翁身上取出 该名患者因长期反复咪尿道感染以及血尿 医师确诊为膀胱结石 经由外肤腔手术取出 结石大卤棒球 目前复原状况良好 最近几年他因为常常咪尿道感染 所以他反复去诊所就医 其实男性比较少咪尿道感染 所以诊所医师后来 其实诊所医师有帮我们做超音波 是诊所医师帮我们发现到 就发现到膀胱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钙化结石 所以转来给我们医院 那我们在医院之后 我们的超音波追踪除了发现 有结石以外 再来就是他的前列腺已经是过于肥大了 他就是有严重的前列腺肥大才会缠这种现象 那因为结石塞在膀胱里面 会压迫到膀胱跟输尿管的交界 所以两边肾脏也有中重度的水肿 甚至时间应该过久 肾脏都已经出现了萎缩的现象 尿路结石包括了肾结石 输尿管结石 膀胱结石 以及尿道结石 临床上 结石的出现部位不同 症状也有所差异 但出现血尿的几率都很高 有时也会伴随着腰痛 以及腰酸的情形 除了疼痛 那再来就是血尿 有比较可能 像大部分都是肾脏结石 其中一部分掉到输尿管 最痛的是他在输尿管移动的时候 有一种刮伤 割伤的感觉 他这个其实可能不会痛 因为他已经掉到膀胱了 那他结石 如果你把石头都摆在同个位置 摆好好的 其实他就不会刮伤 他就不会痛 除了多喝水 多运动 少吃肉 多吃蔬菜之外 医师也建议 有结石体质的民众 应定期到医院追踪 防止因结石造成肾脏永久萎缩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多喝水 其实真的讲到后来 真正普世价值一定都是很单纯 多喝水 然后比较共同就是减肥 不要太胖胖 然后多吃蔬菜 然后少动物性油脂 蛋白质 这样子比较不会结石 我们最怕的就是 不会痛的结石塞在输尿管里面 那如果输尿管长期水肿 他那个肾脏是会报销了 所以有结石病史 我都会叫我的病人 大概一年甚至两年 来给我超音波追踪一下 确定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那再来就是 如果是男性 然后会查膀胱结石 前列腺几乎都会有过于肥大问题 有可能要评估 要不要手术治疗 最少要要长期服用 由于结石的材质重多 医生也提醒一般坊间 建议减少菠菜、茶、花生、坚果类的摄取 都是避免草酸钙结石 并不适用所有的结石患者 正确的预防除了多喝水之外 将结石的减体经由医院化验之后 才能精确告知 避免摄取哪些食物 防止结石威胁 造成肾脏的永久伤害 圣案 固承 固承 那是你的技術